大家好 今天真的又要看看國際動態 因為這個動態會反過來 會輻射到中國如何對待俄羅斯 和俄烏戰爭 俄羅斯怎麼入侵烏克蘭到現在 整年了 足一年了 最近有些動態 但是我覺得大家關注的疫情 準備過春節之前 這些動態不要忽略 所以今天從俄烏的局勢 以至俄羅斯和西方對壘的局勢 如何輻射到中國再預視未來 可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今天的話題這樣 先舉一些眼前 大家可能比較容易忽略的事例 第一件事 忽然間外媒 外媒說明了 外媒 就是報導有一個關於普京未來動向的新聞 第一 他說普京願意和談 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他願意和談 早前他就說想和談 不過就是烏克蘭那邊不肯 烏克蘭那邊就說 你不是真的想和談 你只是援兵之計 等了深冬過後 春天來了 你再會發動去侵略烏克蘭的這樣 那結果就是沒有了夏文了 現在外媒傳出來 普京真是願意談 有了這個和談方案 因為為什麼 和談方案你要具體 和說出來外交界信不信你 好了 那就有些後續的 現在外媒報導就是普京願意和談之餘 還承諾下一屆俄羅斯的總統選舉不參與 總統選舉實權的 是2024年 現在外媒報導 它不再參與了 大家就說你不再參與 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 你很可能按照以前那個 你轉一下那個舞台 你就做了俄羅斯總理 好像以前梅德偉傑夫 那實際上都是普京你來控制大個個 你不要以為這樣就退了 所以大家聽見這些報導 現在外媒的報導又在這個基礎上面 再進一步了 又說什麼呢 就說普京現在承諾不參與2024年的俄羅斯選舉 跟著還有提名他的接班人 現在這個以前沒有傳過的 現在就傳出來了 大家說是不是緩兵之計 騙鬼人 不要相信 政治很奸的 無論怎樣也好 我只是把現象擺出來 現在外媒報導 普京連後繼人士都有提名 有幾個有名有姓 另外這樣才令到外面一個關注 現在普京透露出來的 可能他的接班人 包括什麼呢 莫斯科科長 索比亞林 有名有姓 無論是真還是假 是不是 你說他好像押人覆數 點幾個人名出來 是不是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總理 米書詩經 又是照著名字讀出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普京現在的副幕僚長 副薩克 你說他緩兵之計 但他都作到有板有眼 有些人說 跟以前又不同 所以先擺出現象 待會再去分析一下 好了 那就是退 禍談 退 接著又接班人 大家都不太相信 普京你這一類這樣的國際政治的大惡 你怎麼會這樣說幾下就相信呢 接著呢 現在還傳出來 還有啊 普京真的打算退啊 他現在打算在黑海 他自己的私人 都不止一個豪宅的了 莊園等等 在那裡安享萬年 因為黑海呢 如果他受到俄羅斯新上任的人的追逐 以至是追逼 以至是追殺的話呢 那他黑海容易走啊 老實說 那變得呢 現在傳出來呢 很多齒層層的東西了 好了 接著我經常說 蜂蜂那裡來 蜂蜂那裡來呢 看一下外媒 是哪些外媒呢 哦 第一間是英國的每日郵報 英國 英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問題上已經很清楚了 英國當然是做勢的啦 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是耶路撒冷郵報 咦 這個報紙不是西方了吧 不過 大家看清楚呢 都有點親美的 那麼現在由這兩個媒體呢 是報導出來 那麼 跟著呢 我覺得 我不是理你外面的媒體怎麼樣 我都說 你停留在一個輿論戰上面來講呢 騙不了真正外交界 或者軍事界 以致去透過表象看內裡情況 大家懂得分析呢 就不會去看這些東西 我今天的重點其實就是說 看見這些如何再去反映中國的態度 這個才是我們關心的 好了 那麼這個新聞外媒報導了呢 立刻引起的就是中國本身的外媒 內媒是中國本身的媒體去轉載 這一點才跟以前不同 以前凡親有親不利於俄羅斯 那種的無論傳聞 或者是蛛絲馬跡 以致普京自己是解讀 中國大陸一定是從正面的角度來演繹 如果不理的 一定是禁止 你即使是半官方的傳媒轉載了 即刻要下架的嘛 大家記不記得啊 那時候是吧 那現在這次呢 就是官方 或者半官方的媒體轉載了 轉載了之後呢 跟著沒有下架 也沒有否認 也沒有評論 當然不是《三馬社》 不是《人民日報》啦 所以這個跡象呢 大家就開始去觀察 咦 會不會是由這個 所謂出口 或者在外面 外媒現在轉進大陸 慢慢去創造一個所謂華麗轉身 那因為俄羅斯問題上 中國已經是雞肋來的了 那個雞肋就是說 你跟俄羅斯繼續攬頭攬頸走在一起 是對中國不利 現在已經是連北京很多姿態都可以看到的了 那你說 希望透過俄羅斯 你說 啊 砌低了很難啊 拿一些好處啊 國際上面共產主義陣營強大起來 但是現在 你又沒有這樣的好處 連雞肋那種味道都沒有了 那你還抱著它 是吧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就反映了這個北京的一些在俄乌戰事上面的傾向了 但是這個還沒有定型的 好了 接著又看看新出任外交部長的秦剛 那他上任之後呢 他就跟俄羅斯的外交部長對話了 那他裡面呢 又很有趣啊 是秦剛否定習近平 啊 否定習近平這麼大膽 那不可能 因為外交部長歷來呢 都是要聽名於黨中央 而外交部長這個位呢 或者管外交的人士呢 過去是一定是這個副總理其中一個 以前前期的前期就是這樣 坐到副總理的位置 但是現在呢 降了一半 只是國務委員那一級來管外交而已 所以王毅啦 等等啦 以前還有楊潔篪啊等等啦 那現在呢 秦剛 喂 未到啊 你說今年三月之後 他做國務委員 怎樣也好 那現在呢 秦剛他在俄羅斯問題上面呢 他就講了新三筆 就講什麼呢 跟俄羅斯人的筆結盟 不對抗 那這些老生常談呢 但是呢 最後那個說話 不針對第三方 那你說都是講習慣 但是大陸最近呢 就是從外交界透過消息出來呢 不針對第三方者 是指不針對西方世界 啊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潛台詞以前是模糊的 現在是透過外交渠道裡面講出來 那這個西方世界呢 是很闊 就包括不針對英 美 澳 日 啊 那這麼具體 啊 那為什麼呢 最近啊 中國和澳洲那個關係 就好像有小小小小陽春的味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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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現在和大陸的貿易開始解封了啊 啊 大家都說 哇 香港的龍蝦又開始貴了 因為呢 早陣子 澳洲龍蝦去不了大陸 又來了香港 那現在呢 可能 哇 還有 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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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已經講開放了 啊 那所以 從這個來講 秦剛所講的 中俄那個合作 不針對第三方 某個程度上是向西方世界顯示啊 那所以這個不是很值得對抗 我剛才說 秦剛否定習近平 啊 不可能 那為什麼呢 習近平以前講過中俄關係裡面有三個沒有啊 哇 現在看起來 官方沒有宣傳過啊 三個沒有是什麼呢 沒有止境 沒有禁區 沒有上限 那就是說 以前那種表述 中俄關係 現有的 可能以後還需要因應形勢 越擴大的 沒有禁區 沒有止境 沒有上限 哇 何止 兄弟加同志 土豆加暴昌啊 是不是 那早前還有一個訊息 就是說中國不那麼直接可以去 用某種方法去支持俄羅斯 都可以用別的方法 譬如說有一些的產品 可以先去到北韓 然後北韓去俄羅斯 都是一個方法來的啊 是不是 反正北韓和西方抹臉呢 他們都是這樣抹臉的了 是不是 所以 種種的跡象呢 哇 這些到今時今日 沒有結論啊 我講到沒有結論啊 但是這些跡象和以前的比較呢 是有不同的 好了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去觀察呢 一定是龐晶博忍 然後去觀察動向先 好了 在中俄關係上面呢 又有一些商界很關心 不是我們啊 我們是觀察 商界一定很關心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和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哈哈哈哈 那你說 哇 現在西方禁制這個俄羅斯石油 少買一些 那中國說 我買咯 不過你要搞定那個油價啊 以前 哇 俄羅斯和西方多麼老友的時候呢 現在 中國要向俄羅斯買石油 你還要給西方價錢啊 你以為跟你友好啊 那麼一簽不簽了二十年 那現在呢 中國說 我多買你都得快 你的石油天然氣啦 你被人卡住了 那麼你要減價的啊 那俄羅斯早前呢 對商界人士說 死死氣減價啦 那你說 哦 商業規律不代表中國在俄羅斯問題上面有些什麼 新的姿態 不過 商界朋友就提醒我了 那再商言商是這樣的了 那他就說 中國趁過去俄羅斯石油出路減少的同時呢 是曾經提出 是被動式提出 什麼叫被動式提出啊 就是 不是我提出的 有人要我 之後我就做中間人而已 所以西方世界 你不要針對中國啊 讓你做到很美的華麗轉身啊 內容是怎樣呢 內容就是 俄羅斯的石油你要南下嘛 南下難道你用飛機載石油啊 你用兜遠一點 不經中國 那你就遠了啦 運費都多了啦 然後呢 中國就說 啊 我們大家 因為中國現在在推動TPTPP的嘛 新的貿易協議的嘛 那然後呢 中國說 我可以幫你幫忙啊 幫忙推銷 我不是沒有做生意啊 推銷 那所以呢 有些東南亞國家其中 菲律賓 那他就買俄羅斯石油啦 那買俄羅斯石油的時候呢 那當然壓低了價錢啦 這個價錢呢 國際上面是商業秘密來的 那不過菲律賓呢 他不知道為什麼又有一個消息 那不知道真還是假啊 還要 他說 我現在是七折買這個俄羅斯石油 七折 數量多少不知道啊 那這七折呢 究竟中國 有沒有啊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的石油啊 是要去到南下 這個東南亞呢 那我也說了 中國可以是抽水的嘛 那國際也是這樣的啊 是吧 你看俄羅斯的石油以前是經烏克蘭 或者是經其他的中華國家去歐洲 那你都要去收不停吧 那別人都去過路郵費啊ötat See 土耳其的薪水都收得最多ですね 所以呢 最初呢都有這 1組簡意的 stepped on 不過 那最近就是 比如因為東南亞國家要購買呢 我都照做的嘛 不過就不是說有什麼折扣 我可能那個過境費我收到足的 多少我也不知道 這個只是商界人士 他就提醒我 似乎現在這個有點阻滯 這個從策略技術上面不成問題的 但是你有一個姿態 你這樣的姿態 你完全是在商完商 甚至上是價錢是提高的 你這個就向西方世界顯示 我和俄羅斯完全都是經濟的 不存在有什麼結盟 講到沒有 這個秦江不結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 所以每樣東西一托起來 是不是很顯示到 中國在俄羅斯問題上面的姿態微調 以致巧妙地調整 希望能夠抽身而出 而到了最後 這個西方和俄羅斯的過招 會不會迫到俄羅斯 普京呢 現在西方就說普京已經被迫到 已經是要投降了 不過比較體面下台 這樣 所以才有這麼多的傳聞 我都說了 我只是擺現象 和分析各種的可能性和來源 和處理的姿態 所反映的背後的一個調節 未來怎麼樣呢 還有很多因素在變成 那接著有些人就說 喂 俄羅斯普京都是這樣 中國又怎麼樣 那我就覺得很難比較的 因為現在俄羅斯 你說普京和習近平呢 是兩個不同的背景 就是頭頭 那接著呢 現在中國的情況呢 和俄羅斯的情況 最低落沒有了一場戰爭 那如果 大陸那方面 他真的沉住在兩岸問題上面 有些什麼的碰撞的話呢 日本手上這個岸田 文雄 那他已經說了 如果是這樣 下一個亞洲的古克蘭 就是在兩岸之間了 那變成了 那就是說大家都在推算著 那未來呢 大陸本身的形勢 政治等等呢 估計呢 還會有需要 一段時間再觀察 看看會不會有變數 眼前不會 剛剛過了二十大 現在習近平仍然很牢牢掌握著 今年的兩會人事變化 那我遲些我再在這裡做分析 那所以 這個俄羅斯 武克蘭的局勢 如何複射到中國的姿態變化 種種我剛才說的事情 真的很微妙的 所以我們值得關注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